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最晚骑是10月25号进行的一盘往骑,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王信号,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还是一些常规的下法,白骑直接往左边逼住,这样的话黑骑肯定要打入进来,不让白骑形成模样 白骑碰完之后连回,那这个定型在刚才我们讲到王信号和朴灵环的那场对局也提到过 就是如果说黑骑长的话,那白骑可以顶住,这样黑骑冲断,吃住这两颗子,那白骑就在上方做活 这个是一种转换的下法 实战黑骑拐回,白骑大飞出头 这也是利用一个苦肉机,弃掉上方这颗子,然后帮助左边出头 黑骑长,然后白骑拐住 这手骑不太容易想到,感觉在贴着黑骑走 普通来说的话,要不然白骑就步调快些出头 要不然就往左边大飞 这样又可以做根据地,又可以搜根 实战白骑拐住的话,主要是为了紧住黑骑杖科则的气 方便以后白骑在上方掏空 但是步调偏慢 黑骑左边碰一个长先手 拐出来,这个黑骑的配置非常不错 白骑掉一个 这手骑在这个定型当中也是经常能见的 黑骑打吃完之后,靠回 白骑长先手,打吃,黑骑站 然后白骑直接掏空,往上方肩冲 这个地方黑骑还是必须要更任意 如果说黑骑拖先的话,脚上有骑 这个地方白骑贴下去先手,猴出来 黑骑右边这个地方也不能被压扁 所以说黑骑要贴起,然后白骑断,这个断就非常严厉了 因为黑骑上面打吃的话再打,这两颗骑金还是会被吃 上面直接打吃联络的话,那白骑二路打吃做活 这样黑骑的空没了 所以说黑骑先贴住,白骑跳,黑骑直接往外拐头 外面的这个头是非常重要的 谁先走到,就可以争得这个战斗的一个主动权 白骑马上选择斑断 黑骑打吃连回,白骑听头 接下来黑骑往上长 这里被扳二字头的话呢,黑骑不舒服 白骑直接粘会比较过分 因为这个骑很重 被黑骑长一个先手 上方飞过,那白骑还是缺乏眼位的 而且白骑往右边跑 也会影响到脚上这颗子 所以说白骑直接打吃,黑骑冲断 上面的空就全部拿住了 白骑外面连成一片,走后了 那肯定要对左边的黑骑形成搜刮 接下来的话,白骑走得比较大局 直接贴住把黑骑封锁 搜根的话,主要是黑骑有一个出头的要点 就是点在这里 这会让白骑很难下 穿向眼的话,黑骑冲,白骑挡不住 断点太多 贴住的话,黑骑扳断之后,跳加 那白骑死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骑还是先把外面补好 黑骑打出来一个小堡垒 然后白骑再拆边 那白骑现在看来只有下方这一块模样 但是黑骑捞了不少 左边又火起了 上方连脚带边全部围住 右上方以后补一手的话 也可以形成潜力 所以说这个局面其实对于黑骑来讲更好下一点 并且柯杰本身就是擅长这种先捞后起的格局 马上就要进入到柯杰的步调 黑骑先飞刺 要求白骑补断 白骑也是没有补 补的话呢太委屈 白骑赶紧在右上角这里掏空 靠完之后扳常用的掏空手段 黑骑打持 沾上先手 白骑爬回 这个地方 其实白骑已经差不多活了 左边可以拆一 右边二路打八 所以说黑骑赶快选择往左边段 白骑二路拖 扩大眼位 黑骑护下来 接下来的话 白骑的这个判断出现了输 AI的建议呢 就是白骑放心大胆的护下来 这样的话白骑是活骑 因为周围 黑骑外面这场可子的气非常紧 不管是以后靠住打持 都是先手 左边也能作用 正下白骑已经活了 不过实战白骑 显然是出现了误算 往二路倒虎 这样就算能活的话 被黑骑藏进去破眼 这个空也是非常损的 黑骑藏 白骑再虎一个 黑骑联络 白骑左边连回 接下来黑骑也是先搬出 再连搬 黑骑吃外面这场可子的话 目数并不大 但是可以确保黑骑左边活干净 以后对于白骑左上角 再想要杀骑的话 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 白骑连搬 黑骑断打晚舟 再打持 那白骑也不可能往这儿双打持 这个就不是骑了 被黑骑外面拔花 那底下的魔药没了 中间这里也要死 所以说白骑长 黑骑单瞻 这样黑骑活干净 然后白骑还是稳了一手 赶快做活 二路爬 这个地方就要考验计算了 如果说白骑脱先 往中间拐头 这手骑当然非常大 所有的这个骑连成一片 有利于发展模样 但是左边这里非常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死活 被黑骑先往这儿一挤 那白骑只能扩大眼位 打持完之后 打持 黑骑沾 白骑赶快再往路爬 但是这样下也是活不了的 黑骑可以一路搬 白骑爬进去 坐眼 黑骑挡住 白骑连回这颗子的话 黑骑只要往里面点进去破眼就行了 如果说黑骑害怕了 在脚上连回 那白骑倒是活了 左边坐眼 已经有一只眼了 黑骑挡 白骑再沾 右边又出现一只眼 两眼活起 黑骑点进来的话 白骑也是毫无办法 白骑如果说沾 那黑骑再挤 右边有这个扑完之后再扑 连续扑把这个眼扑掉 白骑沾 右边一只眼 那黑骑往一路搬 左边这个眼就没了 再扑 提掉 再往一路爬 所以说白骑直接沾上 是死骑 那脚上呢 如果说白骑搬下去 长 黑骑搬完之后沾 白骑如果说沾呢 黑骑直接破眼 白骑如果说爬一个呢 黑骑再断 这个地方黑骑也都能防得住 所以说白骑肯定要补 那实战排一个做活 黑骑飞出 那整个左边的战斗 其实黑骑是非常成功的 对于说让白骑苦活 然后黑骑又争得中间这个出头的权力 不仅接下来要破坏白骑下方的空 而且让白骑非常头疼的地方就在于 中间还不活 所以说白骑陷入了困境 那接下来白骑并一个 这个是骑形的要脸 黑骑也是直接打入 外面封锁的话呢 杀不了黑骑 这里拆杆 白骑不管是虎还是说沾 虎的话就多了一个长 又可以扩大眼位了 沾的话呢 黑骑往右边靠一下 而路托 白骑也无法斑断 这个地方打持穿出来 外面扳的话 黑骑顶住先手 再往路飞 在里面活骑是非常轻松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柯姐也马上就要任意发挥了 白骑往左边献虎一个 把自己补后 但是这个在自己的空里面补骑 白骑也是内心非常的难受 黑骑又往右边打入 吓得非常灵活 白骑封锁是没有用的 黑骑不管哪边活 只要能活出来一块就行 比方说白骑小尖封锁 那黑骑冲完之后 扳白骑断 黑骑断打之后 有一个二路扎钉的妙手 因为白骑脚上破眼的话 黑骑有这个二路托 白骑顶住阻度的话 有这个点33 脚上也能活 撞下白骑的目数不够 实战白骑选择往中间 切断黑骑 从这里发力 但是这个不好说 看上去是白骑把黑骑分断了 但是是不是白骑在给自己挖坑 那就要看后面了 因为白骑也在黑骑的包一圈之内 接下来白骑大跳 黑骑跟着跳 白骑再往前跳 其实白骑往右边跳 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这个地方黑骑又围不到什么空 白骑也没有这个掌控的空间 倒是下方被黑骑先点过来的话 那这几颗子马上就要连成一片了 白骑还得再跳架 先把这颗子吃住 黑骑又往右边顺手捞口 下到这个时候 可解肯定是非常的满意 空又捞到手 又可以马上反攻白骑 接下来黑骑靠完之后顶住 白骑并一个不骑 黑骑选择点次 断的话主要是会伤到右边 断白骑可以这样打吃再打 虽然说争不掉黑骑 但是就这样连续往上打吃 把黑骑切断 黑骑上面补骑的话 右边要被白骑冲下来 伤到右边黑骑就不太满意了 所以说点次已经可以了 瞄这两边的断点 白骑沾黑骑再切断 虽然说看上去跟右上角的距离比较近 但是白骑手骑确实也连不回去 小节的话 黑骑可以穿上眼 冲的话 黑骑就把骑径连回 白骑再冲 黑骑可以断 白骑跳架 黑骑就直接冲 冲完之后断的 白骑沾上 黑骑就赶快往右边补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随手提 提的话要出问题了 被白骑往上打吃 先手 右边再一扑 那黑骑提掉 被白骑直接滚死 这个地方滚包之后 所以说 这样下黑骑是不行的 不过黑骑可以往右边挤 挤的话呢 右边补好了 白骑虽然说上方连通 但是我们再放眼望去 外面这个白骑已经完全不成骑形了 右边这里破破烂烂的 然后脚上这里也牵了一手骑 黑骑可以随便跳出来 再一飞 白骑不管是哪边活 脚上活的话呢 右边全死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骑也要顾及到外面的厚薄问题 实战白骑飞 那黑骑还是先连回其精 接下来的话 白骑如果说找中间这块黑骑对杀 先把黑骑分段 跳出来冲 打吃 沾上的话 那黑骑不怕 直接断打 这个地方是真眼是假眼 黑骑都不在乎 只要白骑封不住黑骑 那这个气白骑永远不可能够 像下方根本就拿捏不住黑骑 黑骑随便往前冲 就这样冲出去 然后再随便走一走 不仅要活骑 而且要把白骑右边全部反杀 所以说想跟黑骑外面对杀 白骑也是行不通的 实战白骑拐头 先把上面联络 然后黑骑往三路夹 又把白骑脚上断开了 那白骑没有办法 活骑活不了 只有硬着头皮再跳出来 然后黑骑断 白骑沾 黑骑也是非常简明的 连续打吃先长气 白骑提 黑骑再往右边跳 这样的话 这两块骑对比起来的话 白骑右边更薄 实战白骑靠住 黑骑跳回 这个地方柯杰已经求稳了 其实斑的话也可以 斑的话 白骑敢断了 黑骑就正了 打驰凑一个步调冲下来 白骑也只有这样联络 打驰补一手 黑骑站 直接就把下方打穿了 黑骑跳就是 已经是宣告胜利了 这个骑反正黑骑只要联络就行 别无他球 白骑虎一个黑骑联络 如果说白骑这个时候 还在脚上补骑的话 那等于说被黑骑上方断打 白骑中间这一块彻底死掉 没有任何可以折腾的余地 实战白骑也不甘心 先往上冲 黑骑反冲一手 白骑再长 黑骑再冲 那走到这的时候 白骑就认输了 因为继续走下去的话呢 白骑冲 黑骑断 白骑往右边冲 这个时候 黑骑要注意 不要随手挡住 挡住的话 白骑粘在脚上 黑骑右边 还有个断定要补 再补的话 上面这三颗子 就被白骑夹死了 所以说 黑骑这个时候的好手 是往前单长 脚上气掉 白骑冲 黑骑直接立下去 把三颗子连回 右边白骑杀不了 搬的话 黑骑挡住 铺完之后打持 这个白骑比较爽 把黑骑打成一个局形 但是并没有用 因为白骑虎下来 不让黑骑作业 黑骑可以脚上路打拔 这样的话 白骑往路搬 黑骑一路坐眼 白骑挤不进去 沾 那黑骑作活 黑骑右边活了 那白骑中间大龙全死 这样白骑的空肯定是不够 好 那这盘骑也是相当精彩 是科捷完胜的一局 白骑呢 主要就是 左边这里走得太苦了 这个骑不仅是出现了误算 然后行骑的这个方向 也有问题 最终导致左上角形成苦活 外面 黑骑从中间这里出头之后 白骑已经很难下了 又要处理大龙 下方要唯恐 那不可能两间是一起搬成 最终呢 白骑也是被黑骑反杀 好 那这盘骑就给骑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骑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